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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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样的顾虑 第四层就是说他跟123他是有联系的 还是说我们的方小姐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顶层的商人 上市公司的老板 他们跟123是有联系的 第五层是没有的 第五层跟第六层什么差别 第五层他有自己的视野 什么有自己的视野 比如说一些大牌的教授 不是超级大牌的教授 就是正常大牌教授 他能够拿到项目 能够底下带十几二十个研究生 去拿到一个国家的几百万的基金 然后自己做一个项目 这个你叫做有自己的事业 你有一个项目可以做 或者是你有一个几百人的工厂 几千人的工厂 如果你是做技术的 可能几十人或者一百人的技术团队 也算是第五层 你是算成功人士 自己有一个十几套的房子 在大城市 或者说你自己这个事业真真日上 是一家科技型公司 这个也不错 或者是你是一个实权的一个处级 甚至是科级的干部 你能够底下带十几个人的 比较核心的团队 他们都比如你是要监局的一个头 他们这几个人都 这些人都听你的 这个市里面这一块区域都听你的 在食品药品这一块 那你也算是事业有成了 那第六层就是 第六层跟第五层的差别在于 第六层它能够过上 还可以的日子 生活比较滋润一点 但是它没有第五层 像他们有自己的事业 第六层是没有的 比如说你帮别人打工 打一份不错的工 这个比如说现在我们收入 一万到两万 这个一个家庭吧 一万以上都算是 一万到五万之间都算是不错的 你帮别人打工 但是也是中高层了 这个收入可以 在大城市也有个一两套 两三套自己的房子 甚至还有一些财产性的收入 那到第六层跟第七层 再往下面走又不一样 第六层就是你能够享受 这个社会的发展的果实 就比如说科技进步了 现在电动车起来了 那我买一辆特斯拉 这个钱可能还是有的 我感受一些现代的生活 每年换一台苹果手机 也是没问题的 闭着眼睛就买了 那你这个也算是这个第六层过得不错的 那第七层以后 就很难得有这样的这个机会了 就是这个社会不管怎么样变动 你要想再想上去 恐怕就比较难 这个都是做着当时的观点 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也有一些不太分的 分好的地方 比如说吧 比较明显的 这个第六层 它就分的太笼统了 因为我们知道前面说的这个一二三 它感觉上是分做三个阶层 实际上他们就是一个阶层 没有区别 你说做习近平总书记 跟底下的一个省长有什么区别 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眼里 没啥区别 他们权力都很大 对不对 实际上 都是一个统治集团 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第六层不一样 你第六层底层的人 他是很容易掉下去的 就是你可能在这层里勉强有一套房子 还要月供还要还 那你这个工作呢 还可以 但是如果失业了呢 如果房价稍有波动呢 你这个房子能不能供得起呢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问题 那第六层也有这种混得不错的 它可以往第五层走的 那这一群人 他们呢 就是特别勤奋 这个智慧程度很高 这个受过很好的教育 他们的这个向上的动力也很强 那他们呢 又是另一种新鲜向龙的情况 所以这个六 他分的太笼统 而且这个六啊 他是真正的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阶层 就是一二三 他数量特别的小 就几百个家族啊 再加一些其他的一些 身边的亲戚朋友啊什么的 围绕在他身边啊 甚至再大一点吧 可能他们就是一百万人 甚至五百万人 这已经最多了 所以他们数量小到可以合并成一起 那第四也一样很少 可能也就是那么一两千万两三千万人 第五层 你说你要做一个名牌的教授啊 你要做一个不错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要能够混到一个单位里面 一个高层 这一样也是很难的 数量也是非常的少啊 可能也就是几千万人 所以一二三十五 他们在社会上比例都是非常小的 你说你上街看一奔驰宝马 就是那种顶级的奔驰宝马 能有多少 总是少的嘛 那一般的总是一二十万的车 那这些人都是第六层在买啊 都是这些人 那这个第六层 应该说他们的这个数量 已经超过一二三十五 全部加起来 而且他们是能够享受这个社会啊 这个福利啊 最最后的一个阶层嘛 也是数量最大的一个阶层 那第五层呢 作者也说这个 我们普通人能够爬到第五层 能够做这个成功人 是已经是非常之难了 除非你有其余 你是上不了一二三的 事都难 但是这个情况也是比较特殊 因为第五层 它其实现在我们这个中国社会 它变动的情况是非常之大的 你很有可能就变成六 甚至是从五直接掉到七八去 这都是非常有可能 这也是做的 我当时没有考虑到 因为他一直始终认为 中国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固化 那这一点我跟他的观点是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还早着呢 离欧洲美国那种发达国家 那么稳固的感染性还太早 我们总的看来 在过去我们四十年 七八年 一直到我们现在的这个17年 这40年的时间里面 应该说中国社会发展 受益最大的是哪些人呢 就是四五六 一二三他们总就是那么一些人 他们以前就是生活在大上市 就比别人优越 以前吃的是肉 现在还是肉 现在吃的肉 还要特供才能保证质量 以前也能坐上轿车 虽然说没有现在这么豪华 只是说那社会名望也是那么大 大家都知道你是谁 都知道你的这个社会影响力 所以一二三 他在什么社会 在什么年代 他都是过得很好的 这个没有区别 但是四五六不一样 我们中国长期以来 从封建社会以来 就没有四五六 在二三十年代 我们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 出现过一小波 但是很快的 有什么抗战 什么内战 就消失了 后面地主阶层 勉强 算有一点点 就他们收入还可以 可以受到私俗这些教育 但是很快 因为各种原因 我们知道的 四九年一直到七八年 这段时间的动荡 也基本上又消亡了 所以四到六应该说 它不光是受益 而是它是在这四十年重新组建 就是以前我们没有这个阶层 哪有什么所谓的成功人士 你要不就是在上面 在体制内的这个顶层 你要么就是底下的平下中农 那这个要不就是红卫兵 都是这个生活很困苦的 就是底层内斗 就没有四五六 到我们现在 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文明 不能说 就是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社会 那么我们就出 就把这个真空给填补了 比如说在过去四十年里 你有勇气 你敢到广东七八十年 八十年八九十年代去开个场 或者说你 肯用功读书肯学习 你的智商还不错 考一大学 一出来之后 然后马上就进一个事业单位 然后你就能够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国家机器服务 你去做这个食品药品的服务 然后你去做这个水污浪处理 然后你去管理这座城市 修建它的下水广道 做一个城市建设 你去建一个企业 那这都是填补我们之前整个社会空白 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四十年 机会太多了 只要你有一方面的特长 你不需要很健全 你甚至只靠运气就可以 只靠平勇气 肯打拼就可以 出来敢尝试 那么你就有可能 变成四 变成五 变成六 但是我们现在 这个四五六 确实跟以前比 那肯定是机会不那么多了 但是说到固化 那确实跟欧洲国家比 也还太早 至少你往底下掉的这个能力是很强的 那这些都是总说的 我们再说细一点 那第四层呢 我不太有资格说 没有跟这种人接触过啊 大家自己如果身边有自己去脑补啊 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 五呢 我也不是这样的家庭 但是我见过这样 有好朋友是这种家庭的 那么他们的这种生活确实是相当不错 智数很高啊 比如说啊 家里就配有装置的司机 我觉得这点可以作为一个标志 如果你是一个成功人士的话啊 你应该说可以有一个装置的司机啊 就是你进出都有人服侍你啊 就是你已经到一个可以大量去向别人采购时间了 就是生活日常都不用操心了 别人都把你都围着你撞了 那你就是第五层了 那他们的日子当然是这个前夫后用 对吧 这个呃 在在外面特别有话语权啊 这个说不上这个第四层前面的呼风晃雨吧 但是在小小的领域啊 在一个小城市里面啊 那是相当不错的啊 拿着地头蛇啊 那那但是到第五层也是非常的难啊 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啊 你要这么一个成功 特别是你从底下上来的话 你没有奇遇 没有前面人的拉拔啊 没有一个很有钱的亲戚 那靠自己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的积累 都还未必能够沾上他的边啊 你要成功 需要踩啊 需要跟同行的人不停的往上去去排挤去竞争 那我们最后再回到原点说六啊 六是我们普通人生活啊 也是七八九超过半数的中国人 希望达到的一个生活水准 其实12345啊 他们有时候也羡慕六的生活 就是我不要管那么多啊 我过好我自己的小日子啊 一个月挣那么一两万块钱 两三万块钱啊 不要有太多的生活压力啊 不要有那么多的这种勾心斗角啊 能够呆在这里啊 只要能够让我稳固的呆这里 我就放心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国家一直 这两年一直在保八啊 在在保九啊 就是对这个我们的国家主席啊 这个去中西部扶贫啊 就是把这个最底下这个贫困人口 其实是做给第六层的人看的 就如果你掉下来啊 你也不会太惨了 你不会没有放痴 那这样的话 让这个社会更稳健一点 不光是为第九层啊 无依无靠的人做贡献 也是做给这个最广大的 第六层的这个社会受益者 他们的一个样板 那我们看第六层 应该有个什么标志呢 第五是有个装置司机嘛 啊 第六层应该说啊 你可能在大城市里面得有一套房子 至少得有一套啊 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房子啊 对生活品质还是特别大的影响 就是你这个品质要想高的话啊 然后或者是你要有一点财产性的收益的话 那这是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面 房子它就是一个财产性的收益 最大的一个来源 同时也是生活品质保障里面最大的一块 买车你肯定没有买房子 来的这么有这个啊 贴心这个安心嘛 那我们看啊 第六层它有分出很多这个门类 有的人他是名牌大学毕业 但是啊 出生家庭并不是特别好 那自己要不停的积累啊 金钱上人脉上他要去积累啊 才能去喝几咖啡啊 才能够啊 这个把以前的原生家庭也照顾的还可以 然后自己这个家庭啊 包括子女的教育也能够完成 那还有一部分呢 是啊 比如说拆迁户啊 拆迁户它可能有五六套房子 但是呢 它只有这一部分的财产性收益 如果他出来劳动的话 它的价值是不被社会认可的 就他们的这个劳动水 所得啊实在是太低了 但是他们有好在有一部分财产性收益啊 就是能够弥补它在文化程度 在劳动能力上的不足 那还有其他方面呢 有一些是结合的啊 我有了两套房子 我做一个小公务员啊 但是我懂一点投资啊 我这个事业上也不是那么差啊 各方面都可以 这一部分是最多最大的一个人群啊 机缘巧合 我买了两套房子 我又在一个不错的单位里面混了一个小科长啊 这个日子过得不错啊 这一部分呢 是真正这个社会最大的一个稳定计了 因为他们啊就是刚才说了 连12345他有时候都羡慕的人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中产阶级陷阱 中产阶级中产阶级 其实啊就是这种 在大城市有有那么两套房子啊 工作还马马虎虎 有那两套房子是指有一点点财产性收益啊 然后呢这个收入啊 这个工作上面又还不错啊 他们的这种安心程度 如果这部分人这个特别的庞大的话 那这个社会就会很健康 就是前面说的 他既可以去监督123 因为我日子过得不错 我光鲜爱心 你们做的太糟糕啊 我要反对你们的啊 这个我要这个让我自己过得好 我也要让希望让别人过得好 因为他们不像第五层以上 他需要去抢啊 比如说第五层的人他要进步 那我跟抢这块市场的时候 那我就得用一些拉扎的手段啊 用一些下流卑鄙的事情去做一些这种事情 那像这种他生活过得不错了 他不想做这种事情 而且他还不太愿意让你做啊 但自己不干不让你干 那同时呢 他不仅对上面有约束 对底下还有拉拔的作用 就是我刚才说了 这一部分呢 就我们这段时间中国这个网络上喜欢说的白祖啊 这个爱心泛滥 我这个不让你们这个上面干坏事 我底下的人过得不好啊 我也要去帮忙一下 我也要去做做义工 因为我一周就上五天帮忙 我一个月这个房租收一点 或者说股票炒一点 这个债券少一点 支付宝搞一点 是把这个工资收一点 那么我这个钱 这个旁边的亲戚 穷亲戚搬一搬啊 这个旁边的这个邻居 是不是有时候生病的时候去看望一下啊 那这个对七八九的那个拉拔作用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一直说这个中产积极 特别是刚才说这个 就是这个有两套房子这种人呢 他这个爱心泛滥的人呢 他对社会是帮助是非常之大的 当然我们国家也看到这一点 也尽量的扩大这个阶级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 这需要大量的高附加值的企业 那或者说大量的公务员 但是我们知道公务员 他本身并不为社会带来价值 带来很高的生产力啊 这个需要很高的这个社会管理经验和技巧 才能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 但一般来说啊 就不直接贡献生产力了 那大量的科技企业的忠诚啊 这样才能为这个社会带来大量稳定的溜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之前的时候啊 科技发展快的时候 那段时间啊 他的这个这个6是特别多的 当然他现在出现了这个能工智能 这些导致这些这些阶层变小 那我们中国呢 在科技产业发展 当然这些年很快 但是一方面面临美国现在的问题 就是这个AI啊这些替代的太快了 同时也面临我们自己像知识产权保护不利啊 一些传统上的问题 就传统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腐败之身对这些企业的打压啊 还有包括一些垄断性资本 现在我之前说了这个阿里腾讯 他们就有可能啊 现在是一个进步力量 但是有没有可能越来越具有破坏性呢 啊就是他对这个创业企业的一种打压啊 那这些呢都是在啊这个呃薛石啊 这个青石这个6它成长成长性 那我们同时也看到就是前面 刚刚说的这个123呢 他这个传统全部是体制之内的对不对 那现在呢我们出现资本进去 那么资本会不会再次被踩下来呢 那这也是一个风险 其实啊按照社会发展来讲不应该被踩下来 他们应该和平共处 那么体制内当然他们底下 往下走是一个公务员系统 那么他们过得不错啊 这当然也没有问题 只要你能把社会管理好 那还有一个系统就是就是也是从123下来的 是一个资本另一条路 那资本另一条路 他走下来只要走得稳固之后 他同样底下有大量的什么 他们就是大量的科技型企业 他们可能相互参股啊搞投资 那么这样呢就把底下的一些中高层的这个企业 这个呃员工给拉拔养起来 那这样也变成了大量的5啊6啊 那这样对这个社会帮助也会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看到6里面的这个中间的力量 他要想啊能够让这一部分爱心泛滥的人迅速的成长起来 是需要很大的一个温床的 需要一个培养机啊 一个很好的环境 没有风吹没有日晒啊 只有让他过足了这样的日子 他才能够按爱心泛滥啊 他才能够去拉拔底下去限制上面 那这些人呢他成长需要时间啊需要环境啊 那这个可能需要从上面就需要调整啊 这个资本家他的这个力量要起来 但是又不能太大啊 这个太大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没有又不行 那同时呢第四层第五层对第六层这种关怀啊 这种也要存在 那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系统性问题了 那我们这一集呢大概就说这么多啊 就是四五六的一些整体的情况 那跟社会乐点啊 就是比如说社会上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 如果我们把阶层套进去 那我们后面再做节目来说啊 就是具体到某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去看待 如果说啊按照社会走势来讲啊 应该怎样发展会更好一些 那最后呢我在说一些有学有乐的例子 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 他们多数都是六的 那他们的日子呢就比我刚才说的 能够爱心泛滥的人还差那么一步 那关键在哪里呢 就是这两年他们背负太多债务了 就我很多朋友他们本来啊 这个工资性的收入还可以 财产性的收入有那么一丁点啊 但是好在因为我们中国这个人口结构 就是父母亲双方父母亲啊 这都是就是男方女方都有父母亲嘛 对吧又都是独生的 所以造成他们这个道金字塔 就是财产性收入变成这个父母亲的这个 给的钱啊给的积养 那应该说生活是不错的 但是这两年这个大城市的房价 涨得太快了 导致他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背负过百万的债务 那这些年呢那个个人金融又起来啊 有一些人还去拿短期的钱啊去炒房子 那这样让他们的这个幸福感没有增强起来 那这样的话也是风险挺高的 这也我一直说这个个人债务 其实它的风险比这个欧美社会啊 要要管控的要更严一点 因为我们跟别人那种就是科技企业很多啊 这种为生产效率提高的这种组织实体啊 比较少啊 那我们就更应该 这样就会造成工作不稳定吧 那我们就更应该把他们的这个债务给控制好 免得啊这个出现比较大量的这种个人破产的这么一种情况啊 造成一个一些一些社会问题 一些家庭的问题 好的关于四五六就说这么多了啊 如果大家觉得有意思可以关注一下我 我们后面还会把阶级的问题再讨论几集啊 感谢收看